物價飆漲 同版價位的店家越來越少 有民眾分享 彰化一家超便宜早餐店 一顆包子只要5塊錢 玉米蛋餅25元 有人買6樣百元油找 超佛心的價格讓網友感到不可思議 而這家早餐店在國小前面 老闆說就是要讓學生吃得飽 不少人畢業了還是會回來 重溫這家早餐店的好滋味 滿滿玉米粒敲一顆蛋 攪拌均勻 倒在煎台上 蛋香四溢 再放上餅皮 翻面 蛋煎得恰恰 涂上醬一份25元 旁邊4條熱狗也是煎到微焦 外皮脆 裡面juicy 賣你15元 有網友分享到彰化這家早餐店買6樣 巧克力三明治12元 傳統飯糰25元 包子5元 配上一杯豆漿15元 百元油找 比堡豆腐鍋 這個飯食會好吃 早餐店開在國小旁邊 不少人畢業了 還是會來回味 畢業好幾年了 還是忘不了這個味道 就是價錢很薄 然後飯得很好吃 有網友說這是什麼天堂 包子5元我要吃10顆 老闆說因為開在學校附近 想說讓學生都吃飽 你要怎麼說 因為你小朋友 不要讓他吃得飽就好 在地早餐店 玻璃多硝飄向25年 不少人從小吃到大 雖然到外地工作 每次回老家早餐都要吃飽 順便吃個童年的回憶 記者大王冒 中央報導 全台首屆馬戲藝術節 將在台南奇幻登場 除了台灣 海廣邀來自法國 澳洲 日韓等8個國家地區的馬戲藝術家 一起共襄盛舉 連續7天 30組團體超過150場的演出 國際交流激盪出了精彩火花 也將帶給觀眾 驚奇的馬戲藝術饗宴 馬戲棚裡一場冒險奇幻之旅 即將展開 各國好手展現絕技 結合特技音樂 打造視覺聽覺 藝術饗宴 戶外還有市集派對 巨型歡樂城 葬落台南 這次的策展的主題 比較是以糖果村為主 就希望小朋友來到 這個糖果村都可以很快樂 台灣團隊世界表演 一眼向重台南水膠社氛圍 首屆馬戲藝術節 就決定在此登場 網羅法國 澳洲 日韓等 8國馬戲藝術家 連續7天30組團隊 超過150場演出 把歡樂帶給大家 大概只有在影片裡面看過 也會覺得有一點期待 很特別 包括街頭藝人 還有包括戶外 跟棚內的表演 這都是在過去台灣所沒有的 歡迎大家來到一個 文化之都也是我們馬戲藝術元年 園區還規劃八大特色展區 把小藥為農 輕鬆休閒的生活風格帶進台南 去年市營運兩天不過癮 今年升級 22號魔幻登場 演唱功228 炼價上機 記者房不齊 台南報導 人工智能 AI聊天機器人程式 Chat GPT近期爆紅 但是有很多的大學教授開始擔心了 這對學校可能會是一大衝擊 因為要如何分辨 學生的論文是不是有交由 AI 代筆 清華大學就開出了第一槍決議 將對此成立教學工作小組 針對 AI 機器人可能延伸的 學術抄襲或是學輪問題 儘速訂出相關規範或準則 可以推薦我一些情人節的行程嗎 苦鬧情人節該怎麼安排 問問他都能幫你處理好 變身貼身小秘書 近期爆紅的最強 AI 聊天機器人 不管是生活瑣事 還是學測考題都難不倒他 很厲害的 因為我們試過學測滿多題目 像是社會 自然 數學 包括國文 然後不然是考他 自音自行什麼 他都可以選出正確的答案 實測考題近一半都算對 還附加詳細演算過程 就怕有學生拿他當作偷懶神器 不只報告作業 甚至連論文通通都交由勸 拘皮提代筆 未來會不會有被濫用的狀況出現 並不是要來防堵這個AI 如何善用這個AI的資源 讓我們的教學或研究 能夠邁向一個更新的一個境界 我們不應該去阻止他們去做使用 因為這就是新的世代的AI小書童 他們反而要能夠活用 那在用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在學術上 就是說它要揭露 它有使用這樣的工具 有揭露這樣的來源 該如何分辨學生的論文 是否交由機器人代筆成為學校一大挑戰 清華大學決議正面迎戰AI 衍生出的亂象 將成立工作小組 訂出指引提供老師參考 台大教授也對此提出自己觀點 像是考試的部分 則盡量改由實體測驗進行 另外要扎論文代筆其實並不難 現在有反偵測儀器 發佈這個CheckGPD的這個單位 它也有發佈這個偵測 是由它所生成的內容的一項工具 也可以去考慮使用這樣的工具來做檢測 現在不只要防論文抄襲 還要防AI 學校老師傷腦筋只能見招拆招 今天綜合報導 內政部拋出住宅政策三支箭 明天在行政院會報告 預計能拍板通過 但政策IP大撒幣 尤其是第二項房貸支持免申請 遭質疑是截屏忌付 連立法院法治局都指出缺乏法源依據 對此內政部長林佑昌親自出面回應 誠心房貸支持有限定條件 呼籲外界不要用簡單的二分法 來製造對立 來到空情總隊聽簡報 內政部長林佑昌 近期針對社會問題 提出的新住宅政策三支箭 IP大撒幣 部長視察前先辟謠 我們是優先照顧租屋主 針對這個中低薪的一個房貸主 我們也希望給予一些支持 不要把它二元化 新聞稿寫滿筆記 林佑昌有備而來 解釋三支箭用意 包含第一箭 擴大租金補貼對象 免付房屋和房東證明就能申請 第二支箭鎖定名下一戶房產的民眾 給中低薪房貸族支持 第三箭幫助青年購屋 但尤其第二箭支持貸款戶 外界反彈多 完全是什麼治標不治本 完全是大傻幣 完全是講白臉的為建商在解套 在一定的這個金額以下才會適用 另外第二個他是已經有貸款的人 而不是未來要這個買房子的人 要幫建商解套 其實是完全八竿子打不著 更被立院法治局質疑沒有法院依據 3800億的這個特別預算還有計劃 其實基本上時間上是非常的急迫 所以在我們都非常尊重立法院委員的一個審議 那不過相關的一個計劃呢 我們也必須要同步的擬定 沒正面給出法院依據 不過租金補貼 房貸族支持方案 預計16號院會拍板通過 會不會是問題解放又待觀察 這是黃宇才的報道